无人机意外拍到的十个惊人发现 神秘事件超出人类认知 第一名吓坏科学家 至今仍然无法解释 无人机的应用让人类的视野得到了加强 能够观察更多更远的地方 哪怕是荒无人烟的禁区 我们都能一探究竟 有的地方寸草不生 里面竟存在不属于地球的外太空物体 有的地方更是意外发现了属于史前文明的遗迹 第一名更是被称为生命禁区 就连微生物都无法生存 世界之大无其不由 今天世界军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无人机意外拍到了十个惊人发现 第十名 中国的神秘山谷 在中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山谷 在山谷之中还存在着一个神秘莫测的区域 任何设备在这里都会失灵 里面更是充满着矮矮白骨 任何生灵只要进入到这块区域就在无逃生的可能 这个神秘莫测的山谷就位于吉林省长白山的山区核心腹地 当地人称这里的山谷为干饭盆 主要是因为山谷四面环山谷中又特别的幽深 四周又是高耸入云的苍翠树木 每当傍晚十分山谷当中又会透出鼓鼓雾气 让人感觉到神秘莫测 对于这个神秘的山谷 在此前就有一支探险队前往这里探密 他们有着丰富的野外经验 从进入山谷之后就一支沿途做好标记 但是当进入山谷的核心腹地之后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一直在原地进行打转 为了能够尽快走出山谷 探险队先是用仪器测量了一下周边地形状态和南北方向 但是通过探测发现山谷中的道路大多都是原始的 山路十分不便于通行 而且整个山谷内的布局就有如一个八卦图一样 四周的景色又大体一样 所以说一旦进入到这里面就几乎无法辨别方向 为了更好地走出山谷团队也释放出了无人机 但是无人机在山谷当中盘旋几圈之后 就鬼使神差地朝着一个地方猛地飞去 这时候更让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无人机竟然不受控制 就好像突然间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无人机完全坠毁之前也拍摄到了最后的画面 当时的画面显示这里到处都是动物的尸体和骨头 周边也存在着非常浓密的雾气 团队当中的专家就表示 无人机飞向的地方可能正是山谷中神秘莫测的区域 为了一探究竟 直接带领团队向着无人机最后失联的地方走去 但是来到这款神秘莫测的区域 周边就感觉到很不一样 这里的气温骤降 还传出阵阵阴森恐怖的声音 在下到山谷内部之后 发现了这里面竟然拥有着自己的磁场 任何形式的通信设备和指南设备都无法使用了 在山谷中心也发现了大大小小的陨石坑 专家们推断 可能是因为陨石造成了磁场的变化 也是因为这里的方向特别的迷失 大量的动物来到这里之后 就没有办法走出去 最终都被闷死在了这个山谷里 而尸体死后产生的大量尸气和有害气体 就滞留在山谷当中 没有办法散开 当白天气温升高的时候 山谷中的雾气就不容易形成 当温度降低的时候 山谷中的有害雾气就会形成 这时候就会造成人和动物的死亡 这也就是这片区域为什么被称之为死亡之谷的原因了 第九名 白云山神秘山洞 在长白山山区就素来有一些关于神秘生物或者神秘物质的传说 据说在北方的一个山脉当中居住着大量的野人 每逢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就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 对于他们的住所 当地人也不会有猜测 纷纷表示他们可能出入在山里的山洞当中 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过 正是在一次科考队的考察当中 发现了在长白山山区一处茂林深山中 一个可能是人类居住痕迹的山洞 通过无人机的视角发现这个山洞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也存在了用火的痕迹 并且还有石器和动物骨头 这也就证实了这个山洞确实被人们用来居住 在随后科学科考队也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山洞 这些山洞也都有着相似的生活痕迹 根据当地《长白山江港之略》中记载 在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就有当地人目睹过野人的踪迹和身影 他们也都是住在深山当中 这些野人通体黑色 在山中已经居住了超过一百多年 并且他们与人类的外貌并无差别 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 很多人都猜测是传说 除此之外 在长白山确实也存在着关乎野人的记载和传言 《安徒县志》记载 当地的野人身材魁梧高约两丈 整个身体皮肥毛 从远处看就像黑猩猩一样 还曾经袭击击伤了一个猎人 不过对于他们活动的痕迹和居住的地方 外界却很少有发现 主要是因为长白山山区实在是太大了 神秘的区域也太多了 不过随着人类探险足迹的逐步深入 这些奥秘也会被一个一个解开 第八名 地球上最大的陨石坑洞 在一次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考察当中 无人机的意外发现了一个 位于西南部90公里外的自由州境内 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自然深坑 最开始人们都以为 在这个坑洞内是存在着一个活的火山 但是经过细致的判断 这个坑洞好像是一个 被外太空陨石撞击形成的陨石坑 它的直径能够达到300公里以上 内圈直径也达到了200公里 根据初步判断 这个陨石坑大约形成的时间 在距离今天21年前撞击它的陨石大小 撞击的陨石直径大小就有15公里左右 它撞击地球的速度粗略估计就已经达到了每小时25万公里 这要比造成恐龙大灭绝的小行星还要大 科学家们是如何判断这个坑洞就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呢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判断点 其中之一就是区域的岩石特点和物质的堆积效应 凹陷地带的边缘所围成的区域 它的偏心率是一个非常小的椭圆形 在凹陷地带也确实存在着一个 类似于环形火山的地形地貌 但是它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堆积山体 这种身体不是因外部风湿或者侵蚀形成的 而是直接撞击或者地形裂变产生的 除此之外在坑洞的周边也找到了大量的陨石残片 根据地质资料分析 这些石头的物质当中含有了大量的铁和镍等金属威力 这些都是在高温燃烧和压力作用下产生的细小物质 它与地表形成的岩石有着明显的区分 除此之外也在周边岩石当中 找到了出现过半热熔或者热熔状态的玻璃姿态 这些都证明了这个坑洞 它就是由于陨石撞击形成的 陨石在撞击地球的时候释放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差不多有1000万一吨TNT当量的爆炸值 相当于长期原子弹爆炸威力的1000亿倍 在如此大的撞击情况下 大量的地表生物已经遭受到了灭绝 专家们也通过这次撞击推测出陨石撞击地球之后 也进一步推动了地球板块的漂移 造成了今天非洲大陆与南美南极大陆的分离 这个坑洞遭受过陨石撞击之后 也形成了当地独特的一个自然风光和景观 也成为了当地著名的畜牧基地和旅游基地 其中在坑洞内也找到了储存量高达上千吨的黄金和钻石 但是官方明确禁止了私人进行开采 第七名 古埃及未解之谜 埃及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 在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传说 在前段一次科学考察当中 通过无人机的观察竟然发现了 位于埃及沙漠当中一个保存十分完整的宫殿 它就是丹德拉哈索尔神庙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埃及都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地方 但是唯独这个神庙 确实在任何战争当中都没有被损坏 哪怕墙上的壁挂都是保留的十分完整 在这个神庙当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 就是神庙当中存在着一个名为丹德拉之光的神奇光束 据说这个光束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更是能够让人感觉不到痛苦 当你走进神庙的时候 就能够看见墙上一个巨大的浮雕 浮雕上面的内容是一个蛇从一个巨大的花朵里探出头 里面还有丰富的人物形象 从远远看去这幅图画 就像是两个祭司拿着两个巨大的灯泡 但是众所周知 在历史上的埃及是并没有如此强大的科学技术水平的 而电灯更是在后世才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的壁画当中会存在着电灯这种物质的 最为关键的是 在神庙当中每到正午时分都会有一个神奇的光束 将整个神庙当中房间照亮 很多专家猜测 这个丹德拉之光就是利用了太阳射线反射的原理 将整个屋内的光线均匀分布 但是在整个屋子当中并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反光或者反射光线的物体 所以这种假说并不成立 对此很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但是都没有办法解释丹德拉之光到底是如何而来 在当时的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六名 纳米比亚呼噜海岸 在人们的印象里面 海岸通常都是与美丽挂钩的 在这里也有非常漫长的海岸线也是十分浪漫的地方 但是在非洲纳米比亚却有着一个名为骷髅海岸的地方 这是一片典型的白色沙漠 从空中俯瞰十分的荒凉寂静 甚至连动物存在的痕迹都很少 如果从无人机拍回来的画面来看 骷髅海岸上到处都遍布着动物的海骨 在水面上还存在着大量因逝世而破裂的船只残海 在近海地带也散落着非常多的暗礁 那么骷髅海岸到底是什么 骷髅海岸是全世界为数不多最干旱的沙漠之一 整条海岸长约500公里 从纳米比亚直接蔓延到大西洋冷水海域之间 这里常常存在着非常多的乱流 也有非常大的大风 再加上沿岸的礁石十分突出 往来的船只在大风大浪的环境里 就经常容易触跤发生湿石情况 当沿岸的大风特别剧烈的时候 还会从沙漠当中听见隆隆的呼啸声 就让人感觉到十分的恐怖 这里的风力十分的大 已经达到了八级以上 可以将岩石雕刻得非常奇怪 而且这里是非常少降雨的 一年到头降雨都不会有机场 最终的降雨量也不会超过100毫米以上 每个湿式的船只在这里都会发出一个由衷的感叹 就是清醒自己还活着 没有被风沙折磨的致死 在整个海滩上有一个最为荒凉 也最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在1943年发现的12具无头海骨 无论科技怎么发达 这些海骨都没有办法拼接成一块 而且这个海骨是因为什么 才变成今天的局面也无从得知 不过从痕迹上能够发现 这些是人类的海骨 之所以能够实现人的身体和头部分离 主要的凶手就是风沙 当地的不需满足猎人 将这种风尘之为苏乌帕瓦 这种飓风吹过来的时候 会伴随有阵阵的咆哮之声 还会让沙丘地面向下产生塌陷区域 再加上天气是炎炎夏日 就会产生热蒸气 这种热蒸气也会在蒸腾作用下 产生虚无的影响 最终就会让人们迷失方向 倒在骷髅海滩边上 第五名 南极的失落文明 在历史传说当中有很多关于人类发展的技术 这些都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是不同的 他们有的是远古的泰坦居人族 有的却在我们的认知之外 在一次南极回特莫尔山脉区的考察当中 无人机意外发现了一个此前都没有认识到的人类化石 这块化石的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时代 它的出现也颠覆了人们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判断和此前的科学认识 这块独特的人类化石就潜藏在山区地带 也足以证明了在此前 南极洲就是与今天大陆连接的一个版图 是随着地块漂移论才逐渐变成了今天的荒芜之地 据了解这块人类骨架化石距今已经有了六亿多年的历史 是远远早于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的 也是当今历史上最早的两族动物生物化石 从骨骼形状判断 能够清晰地判断出这种骨骼是来自于人类 也并不是来自于任何形式的领导 动物 它们的骨骼完整性也说明了 这种化石是来自于一个成年人而非应用 对于它的出现 很多科学家表示 这是存在的一种例外 生命也是在意外的时候来到了地球 并最终繁衍至今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 并不具有实际的论证 不过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就是 此前在南极洲 它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良好的 也具有雨林以及动植物生存的基本资源 随着冰河世纪和白厄纪的到来 地球的生物环境发生了破坏 再加上严重的陨石坠落问题 导致了板块的不断飘移 南极洲也从适合生存发展的纬度 逐渐变成了今天的纬度 这也就造成了大量的动植物死亡 在最快大陆上生活的原始人 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历史的变迁当中掩埋为尘土 这也就导致他们生活的痕迹也都没有在任何的历史著作和书籍当中有所记载 在加利福尼亚的生物博物馆也有一个这样的论述 地球的生命化石最早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 当时的化石大多都是细菌和藻类 在原古代也就是距今6亿年到5亿年时间段内 软体生命逐渐发展为各种各样形式的生命体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南极洲发现的这些人类骨骼化石是真实存在过的 也是在历史变迁当中的一个进化分支 第四名 南极血色瀑布 南极洲被人们称之为是第七大陆 也是在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没有人类生存痕迹的大陆洲 整个南极大陆拥有一千39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和印度半岛面积的总和 其实在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历程当中 南极洲在此前也是一个充满热带雨林的地方 通过各种各样的化石也证明了这块大陆洲也曾经存在各种生命体 只不过因为板块的飘移和地质学的不断变化 让南极洲逐渐变成了一个冰原覆盖平均海拔在2000多米以上的大陆洲 也正是在这一片极度寒冷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名为泰勒冰川地点 这个冰川并不等同于我们其他地方看见雪白一片 反而是呈现血色的瀑布 冰川所处的位置是一块极度干燥的山谷 山谷内部是常年没有降水的 它的极端温度更是高达了零下四五十摄氏度 除此之外 麦克莫多地区也是一个风力极大的地方 没有降水的记录 已经持续了200万年 而且这里的最高风速可以达到321公里每秒 任何形式存在的水分子都会被巨大的封锁吸走或者吹干 在山谷当中及其周边地区都没有任何动物生存的痕迹 足以见得这是一块彻彻底底的布毛之底 也正是在这个山谷当中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呈现暗红色像血液冻结的瀑布 就这块瀑布的形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 科学家们也对于它的形成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 最开始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偏红色的液体是一种红枣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冰川下面隐藏着大量的古生物以及动物 这种动物在经久的年月里逐渐腐烂 它们的血液与冰水融合形成了这种呈现暗红色的物质 但是随着科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以及无人机空中的发现和抓拍 用0.1微秒的间隔发射64个丹麦充的透地雷达扫描整个瀑布的冰层 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冰层之中掩埋的真相 在雪瀑布的冰川下面有着一个巨大的沿水湖 这个原水湖的形成距今大约已经有100万年 在湖水和冰川的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腔 湖泊的位置也正处于山谷的上方冰川之下 按照水流从高到低的流动规律 科学家们也采集了这种暗红色的瀑布水 经过仪器检测发现这种从沿水湖流出来的液体是含有足量的铁 这些铁大多都埋藏于冰川之下 少有与空气接触 正是因为从腹部流出之后会发生瞬间的氧化 反应氧化之后水流就会呈现深红色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展现出血红瀑布的原因了 第三名 喜马拉雅人古湖 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及典籍当中 喜马拉雅山脉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在山脉中也潜藏着众多的山谷 这些山谷是迷莫测 不被人们所察觉 位于印度的北安查尔邦境内就隐藏着这样一个山谷 1942年一队森林巡逻兵进入山谷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人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这块山谷的探究 在一次科学考察当中通过无人机的观察 发现曾经大队士兵失踪的山谷有一个巨大的墓穴 这个墓穴周边遍布着200多具白骨 白骨的中间还有一个普康湖 也正是因为这些白骨的存在 这个湖泊也被人们称之为人谷湖 湖泊位于4800多米的山地 通过对骨头的古灵监测和细致的科学发现 这些人谷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850年左右 由于山地地区气候寒冷 这里的积雪常年不化 所以死者的部分皮肉组织和头发 都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 通过发现这些遗留的人物 都有被重气砸中的痕迹 很拨 骨头也发生了碎裂 所以对于他们合理的解释 就是当地发生了巨大的冰雹 这些人也就沦为了牺牲品 但是通过天气观察 在山谷当中是少有发生气候变化的 特别是像冰雹这样剧烈的气候 是很难发生的 所以山谷当中到底发生了 什么是什么引起的冰雹 更让人们产生了好奇 要知道通过对这些人骨的碎骨 进行拼接 能够将它们砸晕或者砸死的冰雹 足足有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这样恐怖的自然灾害 在这个地区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 在如此严重的灾灾害当中 竟然有大量的物品是保持完整的 比如军队使用的长毛主手杖等 就好像这些冰雹是长了眼睛专门朝人杂趣的一样 所以这些人骨到底是因何而来 据说这块人骨湖区有着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 这里的王后遭受到了南达德维山女神的诅咒 国家的每一个沉迷都要遭受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人民更是要暴食街头 为了解除这样的咒语 果实跟随国王一同上山前去祈福 国王更是带去了自己的孩子以及一般舞女 还有乐师来到了南达德维山峰 但是国王却违反了女神对于他的禁令 在山脉的低洼地带举行了一场舞会 也正是这一场舞会惹怒了山神 认为不应该在这么神圣的地方举行放荡之事 随后便从天而降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冰雹 这场冰雹也将所有的人掩埋至此 第二名 南极的火星陨石 人类历史对于火星的探测从未终止 也先后发热了多个火星探测仪器 去考察火星的地标表面 但是在1.3万年以前 火星就曾经造访过地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0世纪90年代 美国一组科考队员在南极州阿伦山 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物品 通过无人机的细致观察 在哀哀白雪当中有一块非常奇特的 绿色岩石十分耀眼 科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了这块岩石 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地球上的 而是一个典型的地外岩石 首先在岩石的表层 已经存在了大量玻璃化的物质 这些都是经过高温燃烧才能形成的 而南极州又不存在着明显的明火 也没有比较活跃的火山 那么它只可能是一块天外的陨石 这块陨石重达4.5斤 通过对它的粉末进行成分分析 能够发现这块岩石是来自于火星 当时美国总统还为它的出现 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 但是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局限性 没有办法对它的成分进行完整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 在上世纪末期才开始充起了这块陨石的科学考察 通过碎片分析 这块陨石大约形成于40亿年前的火星洛亚计 在1.700万年前发生过一次剧烈的撞击 撞击之后形成的无数碎片散落在太空之中 这块小的陨石正是被吸入了地球轨道上 并于1.3万年前降落在地球的南极爱伦山上 这块岩石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了解火星的发展状态 也能够对火星的前世今生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 这块火星陨石上有着非常丰富的蠕虫状物 很显然 这是一块极其重要的生物化石 通过显微镜的细致观察 这些蠕虫状物与地球上的细菌是非常像的 只不过是在地外生活条件下呈现出了磁性的晶体结构 它们的身体主要成分也是氧化铁和硫化铁组成 很显然这些物质都是由磁热细菌产生的 也就足以证明在火星的自然形成历史当中 有存在过的细菌或者微生物生命体 而且这块岩石当中也检测到了一组橙色的颗粒 这些橙色的颗粒主要是由碳酸盐组成的 而碳酸盐的形成最主要的元素就是水 比如在海洋生物当中 就会经常能够提取这种物质 那么足以证明在曾经的火星上是有水的存在 而现在经过不断的发展 火星也逐渐转为了一个不是一栋植物生存的星球 现在的平均气温也大概在零下60度左右 而在几万亿年前 火星可能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近期关于对这块岩石的研究有了最新的进展 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述 在陨石上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有机分子 这种分子正是地下水从破裂岩石中过滤出来 缓慢形成的 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太空宇宙的探索 也更能说明了在地球之外是可能存在生命星球的 也可能存在地外生命 第一名 地球上的布毛之地 地球上到底有没有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甚至连任何微生物和细菌都无法生活的地方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地方 是任何动植物都无法生存的最新的研究表明 这也是地球环境最为极端的地点 它就是达尔洛火山 科学家们通过无人机观察和细致的地表考察 在达尔洛的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 甚至连微生物和细菌藻类都无法生存 这块地方是充满了各种的热液池 它们的温度极高 而且含炎量特别大 酸性也非常的强 一旦在高温环境下就会产生沸腾 产生的气体也具有一定的毒性 白天的温度更是高达了45摄氏度 所有的水pH值都为负数 根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权威专家表示 通过模拟各种形式的生存环境 都证明了达尔洛池塘已经完全阻隔了生命的形成 它们自带的化学屏障 甚至连动植物的DNA都无法形成 这些热池当中有一些是相对温和的 但是这些温和的热液体当中 具有非常高浓度的氯化呢 这是任何动植物都无法生存的有毒有害物体 在一些极端的池塘当中 还找出了非常高浓度的美颜 这些颜会严重的破坏细胞膜的结构 哪怕是单细胞生命体都无法生存 如果不是无人机的蓬勃发展 人们也无法找到如此神秘莫测的地方 更是无法探究它们之中潜藏的任何秘密 好了 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无人机意外拍到的十个惊人发展 哪个让您印象最为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最后请求一波喜欢和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不错过之后的每一期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